韩国恋宗的主题真是越来越化了 通灵恋宗全员职业公开 算命师和巫女竟然去寺庙约会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爵 我又来讲算命恋宗 出神入化的恋爱了 各位男女嘉宾终于要迎来第一次约会 女生们都在客厅集合 根据男生的人生四个照来盲选约会对象 这些照片都没有露脸 只是拍了生活中的一些片段 这一张公二头机也太夸张了吧 看得出很努力在秀身材 女生们都看笑了 果然一个男人要是在健身 那就必须想方设法的让你看见 不然岂不是白练了 小崔毫不犹豫的选了肌肉男那张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绝对是红招 秀贤的约会对象是九凤 这也是他期待中的结果 顺带一提 九凤的正确翻译应该是九凤才对 他在约会时提到自己是在寺庙里出生的 当时父亲秀贤的那座寺庙外面 有九座被云雾缭绕的山峰 所以给他取名为九凤 之后我也会用九凤来称呼他了 俩人见面之后 咱也不知道为啥要打个伞在海边上尬聊 还好九凤觉得这里风太大 赶紧带着秀贤走了 不然他们还得在那里傻站多久 而小赵的约会对象是在员 对于这个结果小赵是挺满意的 但是在员就有点苦恼了 因为他想要的是秀贤啊 小赵觉得在员很帅 上了车之后也完全在打直球 很直白的表示 我就是想了解你 在员的反应就会尴尬很多 在员解释了自己的人生四公格 第一张拍的是剧场 他大学时加入了戏剧社 曾经参与过戏剧作品和演出 艺术细胞算是比较发达 小赵恰好在这方面比较缺乏 所以喜欢和自己互补的细心的男生 他刚说完这话 在员就伸手帮他整理头发了 不是吧哥 这还是有点太刻意了哈 两人在一起竟然一直在工作 互相猜对方的职业 搞得像同行探讨大会 小赵的语速太快 在员又慢悠悠的接不上话 感觉并不是他来电 而小崔的约会对象 果然是红赵 小崔一看到他的车窗玻璃降下来 就已经开始笑了 而红赵也有预感 自己会和小崔约会 这就是他身为巫师的直觉 而且他甚至猜到了 小崔是灵塔罗咨询师 小崔当场通孔地震 然后小崔也来了个两极反转 表示自己觉得红赵是巫师 于是红赵也通孔地震了 原本挺好的约会分文 因为看穿了彼此的身份 气氛竟然变得尴尬起来 这真的不是同龄之战啊 你们倒也不必这么鸡蛋同好 担心被看穿的 红赵在做巫师之前 当过健身教练 做过英文翻译 开过摄影工作室和酒吧 那四张照片里 都是他曾经做过的职业 人生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多惨了 小崔刚好就对这种 会很多语言的人非常崇拜 对他的经历更好奇了 于是直接表示 我可以慢慢了解你啊 但是两人在细微相处的时候 总是有一点点的沟通不畅 红赵觉得小崔好像很会撒娇 小崔说 自己只对感兴趣的人撒娇 如果不感兴趣的人 就算在身后跌倒 也不会注意到 然后红赵竟然马上反问他 那我昨天穿的什么颜色衣服啊 小崔都要害流浃背了 这是在审犯人嘛 小崔勉强说出来之后 于是又把这个问题抛了回去 没想到红赵还真的记得 小崔昨天是先穿的裙子 后来换了牛仔裤 因为勒得太紧了 晚上又换了一条裤子 小崔也有点惊讶 于是两人就为此干了一杯 这是什么奇怪的氛围啊 到了晚上吃饭 小崔开始主动表达好感了 气氛才算救回来了一点 但他们这对明显是女方更主动 更声色 男方却很游人有余 小崔也在独自心动 红赵却看不出什么情绪起伏 云儿的约会对象是伊律 那伊律完全没想过会是他 见面之后也非常不知所措 两人吃饭的时候 他就一个劲的给云儿夹菜 整得倒是挺客气的哈 伊律的理想型是开朗健康的女生 云儿立马表示 那我就是啊 然后他就真的 毫无形象包袱的大口吃饭了 这是什么超绝松弛感 这俩人是真的没有火花 约会氛围更像是朋友约饭 要看发唐 还的是九峰和秀贤这一对 但是他们的约会形成 我是真的不懂 下雨天的刚从海边回来 又去爬山 上山下海的这能傻呀 而他们的约会目的地 竟然是寺庙 九峰明明自己也很老 但还是脱了外套给秀贤干 这又让秀贤有点小心动 秀贤为了隐藏职业 只能假装什么流程都不懂 刚好给了九峰耐心教学的机会 但是他磕头的动作真的很熟练 完全已经磕进了DNA呀 两人一起互写了许愿蜡烛 九峰祈祷的是身体健康 而秀贤想要的也是恋爱 幸福健康 回去的路上秀贤让九峰猜一猜 他们这些人里哪对能仇 九峰立刻回答 我们把秀贤都说害羞了呀 其实两人之前并没有机会多聊 但就是觉得对方会很有趣 同频的人就是会互相吸引的 大家都约会完回家之后 红照竟然很好奇 九峰和秀贤的约会 九峰说两人相处起来很自在 有时候不需要太过心动 合适就好 红照基本没提自己的约会 但是另一边的小崔却还在唇心猛动 总感觉这一对的关系很危险啊 节目里还有个介绍箱的环节 每人都有一个盒子 里面装的是乌具 拆开时刚好可以公布职业 一律的介绍箱里装的是剑 因为它是巫师 也是巫教的驱鬼师 可以捉鬼和赶走厄运 手里的剑是他侍奉的神明的剑 一共有四把 他只带了其中一把 秀贤的乌具当然就是铃铛了 红照竟然问九峰 你跟他约会的时候没有感到害怕吗 观察师都觉得 他一直在牵制旁边的人 似乎是对秀贤感兴趣的 而秀贤其实接受神明附体 才一年时间 之前是个银行职员 但是他有神病已经十年了 简单来说就是通灵体制 他想要努力成为平凡的普通人 但是神病快把他折磨死了 每次神病来临都要做法事压制 他原本不想当巫女的 但是还是抵不过天命 所以迫不得已才会走上这条路 不过经过一年之后 他已经喜欢上了这个职业 而红赵也是巫师 修贤甚至猜到了 他的道具是五方旗 小翠看到他俩是同行 又聊得那么开心 瞬间就心碎了 红赵说他五六年前 就感觉被神降临了 他一直在毁避 他的妈妈长久以来都被神兵折磨 后来去算命之后 发现神降临到了他弟弟身上 为了拯救弟弟 他才打算代替弟弟成为巫师 所以就把弟弟的神根 全都引过来了 于是他也成了巫师 九封的道具是三枚铜钱 他的业务范围很广 生辰八字 风水 取名 都包括 他主要算的是六摇 是利用周易的白瓜来算命的 小翠是塔罗牌心理咨询师 算是灵瞻的一种 小翠之前在和Crush搞暧昧的时候 都会先看一下对方的塔罗 结果这一看 连对方有别的女人之类的秘密都能看出来 这个恋爱也谈不下去了 他觉得如果自己的直觉越来越准 之后可能也会要接受降神 所以正在纠结 要不要继续算塔罗牌 现在正是处于人生岔路口 而再元的道具是一本万年例 他同样也是算生辰八字的 业务范围也包括取名 大家都没想到 小赵也是塔罗师 他真的什么事情都要算一算 上到国会议员 下到自己的恋爱运势 没有什么是不能算的 一天算个二十次都不在画下 云儿的盒子里是一幅画 而这幅画里包括了他的生辰八字 他则是用绘画的方法来算命的 小翠开玩笑说 让红赵算他的恋爱运 红赵竟然真的随手就卷起了旗子 给他算了 小翠抽出来的是白旗 大家的表情突然沉默了一下 看来结果不太好 红赵又让小翠再抽一个 抽出来的是绿色 修仙都开不下去了 说不行 因为五方旗里 绿色是负面的意思 而红赵自己重新又抽了一次 竟然又是绿色 小翠彻底破坊了 他真的很信这些 然后他又回房间 拿塔罗牌重新占卜 抽出来的全是不好的牌 背叛 恶魔 此时 小翠更崩溃了呀 然后他出门去神明堂时 又刚好见到红赵和秀贤 说说笑笑 他并不希望红赵真的是无视 内心已经产生了动摇 但是他还是选了红赵 红赵也很想知道 自己和小翠的未来 于是找了小赵 用塔罗来算小翠 小赵说小翠有很多烦恼 应该是现实方面的问题 与他自己的灵性方面有关 九峰经过今天的约会 感觉自己跟秀贤更合拍了 所以毫不犹豫的选了他 而秀贤也没有改变 两人之间的关系 稳稳的很安心 一律没有继续选秀贤 而是改为了今天约会的云儿 云儿也选了一律 小赵选了约会的在园 想要继续了解他 但是在园非常纠结 感觉还是放不下秀贤 在园收到的短信说 黑鼠选择了你 他看完竟然觉得很失望 昨天他收到了 赤牛和黑鼠的两条 他以为小赵是赤牛 但是他猜错了呀 其实小赵是黑鼠 每晚都选了他的 而在园今晚还是选了秀贤 所以小赵依旧零票 哥们儿再不抓紧一点 小赵也真要跑路了 秀贤猜到是九峰和在园 选了自己 云儿第一次被选择了 非常高兴 而我们也能推测出 一律就是皇马 云儿才是赤牛 红赵和小崔 其实还是互选的 但是小崔还是很在意 神明的旨意 深夜 秀贤竟然去找了红赵聊天 两人的职业相同 所以很有共同话题 小崔在楼下 听到他们的笑声 特别难过 于是他又开始钻了 这次他出到了太阳 代表这两人 可能会互相产生 好奇心和兴趣 他看完更难受了 哎 明明是小崔和红赵 从最开始就算到了对方是命定之人 每晚也都选了彼此 却因为另一些占卜的结果而陷入纠结 关于神明的旨意 和他们自己的内心 到底该相信哪一个呢 你觉得小崔和红赵这一对能逞吗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呀 想看后续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想看的人多 我就继续做下去啊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